来到HOMEWORK 8的TASK 1 BASIC TASK 第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稍后会有很多不同的Component 包括有隐藏的Results的Label 所以如果你想管理得好一点的话 记住为每一个Component 改名 原则不允许格位 所以我们尽量用文字形容 Component是什么 每一个字的字头的字母用大家表示 最后记住写出是哪一类型的Component 第二就是 有些TASK BOX 叫用户籍打字 但稍后我们会计算 如果他打了文字的话 那我们就会出现 error 所以如果我们想限制 用户籍打到数字 打不到文字的话 一样跟他有关系 我们可以去右边的Properties 那我们就在下面 有个叫LumbersOnly 限制了用户籍打到数字 打不到文字 接着看看Blog 如果刚才你改名觉得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会发现你做Blog 基本上不需要按回设计者看 你又知道你在用什么 例如今次我们做SUM的按钮 按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东西 按这个东西 按这个东西 然后按按钮 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东西 当我们做完整个按钮 我们发现 Product的按钮 其实做的东西都很类似 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按 Dubricate Dubricate的好处就是 会把里面和馅 一起复制到下面 你只要改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但今次我们不是SUM 今次我们做Product 直接在这里改 改了什么好处呢 另一个好处就是 你在这里选择的时候 你会知道自己选择什么 按 又变了两个不同的按钮 也有一个按钮 的按钮 全都给它了 你能做的 你能做得到 就会顶到 那哥 我大家可以 bible